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俄图95战略轰炸机遭日本战斗机尾随的视频 视频中可以看到日方飞机贴得很近 而日方公布的路线图表明了俄罗斯轰炸机几乎绕了日本一个圈 俄罗斯国防部17号公布了一段视频并发表声明称 俄两架图95MS战略轰炸机15号在西太平洋地区执行常规巡逻任务时 遭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尾随 在俄罗斯机组人员拍摄的画面中 日本战斗机离得非常近 就连机身上的数字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俄媒推测其中一架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G 另外一架是F2战斗机 报道称飞机清晨从阿姆尔州的别洛格尔斯克起飞 苏35S战机对他们进行了半飞 这次飞行时间很长超过15小时 飞行过程中进行了空中加油 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强调 俄空天军飞机的所有飞行都符合国际准则 而日方飞机也没有做出非常举动 根据日方的统计 俄军机在日本海的活动并不少见 但是俄方出动图95绕飞日本东部 几乎绕日本一圈 这样的巡航还是比较罕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 俄方这次还发布了日本飞机的视频 这样高调的绕日巡航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最近在敏感时刻进行这种高强度的战略飞行 大概有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在南千岛群岛问题的谈判 没有任何结果 双方对于主权 对于归属方式有比较大的分歧 这种情况下俄方的态度是一个岛都不给 我想图95的出动 大概对俄方这种态度也是另外一种证实 同时对日本也是一种警告 日本目前大量引进美国的各种高端武器装备 像美国的国土防御雷达 要在日本部署对俄罗斯进行远程监视 另外陆基宗斯顿系统也要进行部署 今后对俄罗斯太平洋方向 足可以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这种情况下 面对日本强化防控反导能力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与美国又进行了联合反潜演练 目标直指俄罗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这种轰炸机的巡航 对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也是一种严厉警告